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小夕 那这一期我们来说一点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女性手机 那这个品类呢 现在在市场上也出现一段时间了 尽管目前来看 女性手机还不成火候 市场占用率很低 但至少从字面上来看 他们可是瞄准了世界上一半的消费者 那今天我们也是选择了四款相对比较火的女生手机 来研究一下对于我们来说 稍微有一些神秘的品类 那今天呢 我们是选择了这个美图的M4 LG的阿卡 以及iuni的i1和朵威的L3 那原因呢 也是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他们瞄准了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女生的消费者 那第二个呢 就他们的价格是非常相仿的 集中在2000元的档位 那其实呢 我觉得作为女生啊 选手机呢 最重要的是两点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外表好不好看 或者呢 有没有非常好看的手机壳来配套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照相跟自拍的效果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主要的来通过这两点来看一看咯 那这四款手机呢 从外观上来看啊 画风也是相差巨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先逐个来看吧 那这个阿卡呢 采用了现在不常见的滑盖的外壳 只露出上方啊 约四分之一的屏幕 用来显示这个大眼睛的动画效果 那LG阿卡呢 从手机的外观啊 再到这个系统页面 突出了一个字 那就是萌 那阿卡的屏幕上方啊 这个大眼睛也是非常的惹眼的 和这双眼睛呢 可以进行不少的互动 比如说让他们斜眼看啊 把他们晃晕啊 或者说可以用专门的页面 给这双眼睛添加一些修饰 让阿卡手机的这个拟人化程度变得很高 那LG啊 甚至为四款颜色手机呢 起了四个不一样的角色名称 那不同的颜色手机的拟人化形象啊 大眼睛的样子 以及这个锁屏的页面 主题桌面都不一样的 虽然说阿卡的这个四个角色形象呢 也比较简单 但毕竟啊 四套不同的主题需要额外的设计成本 相信啊 这个LG在外貌方面也算是努力的去娱乐我们的用户了 那美图手机呢 特点鲜明啊 风格化也是非常显著的 整体的外观呢 让我想起来卡修的这个TR系列的自拍神器 那他们呢 跟美图一样都是长方形和顿角折线的解壳体 那这种设计啊 确实是科技感十足 而且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 美图手机啊 在造型上呢 绝对是对称的 前后摄像头 听筒 USB接口呢 都是处在这个机身的中轴线上 那后面的这个大摄像头和两个闪光灯啊 看起来也是颇为的夸张 美图手机呢 它自带这个美OS呢 在视觉上和手机外形啊 也是高度统一的 这些呢 长条形的EY呢 据说设计思路也是来源于女生的指甲 那下面这款iuni呢 走的可以说是暖系的小清新路线 那正面呢 是朴素无奇啊 近着看呢 会发现边框泛着淡淡的这个珠光啊 但不妨一眼就可以看它是它的这个塑料杆 背面呢 是磨砂的塑料 现在看上去啊 观感实际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也很担心用久难免会留下一些污渍不好清洗啊 那iuni的系统呢 也是挺清新的 锁平的界面呢 随时间呢 自动的更替 基本上都是泡妇小姐 斜45度岁月静好仰望天空的感觉 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 那至于这个躲围嘛 这么说吧 把躲围这个正面下方的这个虚拟按键啊 和背面的logo挡住 这100个人里面会有80个人说这是iPhone 剩下的20个人会说这是土豪金的iPhone吧 那这种相似程度呢 让我已经没有办法用借鉴去形容它了 打开它的这个锁平界面 你可能也会产生错觉 难道iPhone是用什么黑科技刷上的MIUI吗 点亮这个手机啊 一键换装呢 也可以随时修改主题皮肤 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吧 对这种设计啊 始终还是感冒不起来的 那就像前面所说啊 拍照美颜功能呢 是这几只手机的重中之重 那我们会首先啊 把它们当作普通的手机来拍照 其次呢 也是邀请到了神秘的嘉宾呢 来体验它的美颜功能 看看这些女生手机在自己的目标客户当中呢 会收到怎样的评价 那这四款手机啊 除了LG的阿卡只有800万的主摄像头 其他的主摄像头都是1300万的像素 全部都没有配备光学防抖 咱们先来看几张白天的样张 四台手机啊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白平衡飘移 发色倾向呢 也是各有不同的 美图的M4呢 发色在大多数场景下比较轻亮寡淡 而阿卡的出片呢 更加倾向于暖黄色 而iuni的i1呢 发色有微弱的偏蓝 躲维L3呢 颜色鲜艳 但明显失真 如果日常使用拍摄景物啊 这四个手机完全是可以满足 记录内容 发发朋友圈的需求 但是躲维可能真的需要你额外多一点点的忍耐力了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人像拍摄 这可谓呢 是现在女性手机功能的重中之重 在社交网站上啊 女性呢 上传修容后的自拍呢 对我们女生而言呢 也是一种生活玩乐的方式 就像我一样 平时就很喜欢自拍跟修图 也像男生一样喜欢讨论汽车跟手表一样自然 那为了体验我们的自拍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两组的女生 值得注意的是呢 四只手机当中呢 LG的阿卡前置摄像头有210万的像素 而iuni的i1和朵维的L3都是800万的前置摄像头 而美图呢 只有1300万的像素 我们今天首先啊 邀请了我们ZeroFix客服萌妹 来体验手机内置的美颜功能 阿卡的提供的美颜功能啊 非常简单 在前置摄像头开启的情况下呢 可以选择0到8级的美颜 而照片完成以后呢 则没有更多的选项 相比阿卡 朵维的L3提供的美颜效果稍多一些 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开启美颜啊 加滤镜啊 背景虚化和水印等等功能 那么iuni的i1呢 我们选择了0到7级的美颜效果后呢 还可以在此的基础上啊 开启或者关闭 瘦脸 美白 大眼 美肤等四个效果 而拍完照片以后啊 仍然可以再次选择其他的滤镜 最后再来说说美图手机 相比其他三款手机 它的可选功能啊 可是有增无减的 因为在美颜方面呢 它多了像去黑眼圈 亮眼增高等功能 而修片方面 它内置了女生常常会用到的 马赛克 魔术笔 添加文字等功能 说了这么多啊 我觉得最终决出胜负的 还是我们的自拍的效果 这里呢 我们邀请了一伙来自台湾的美少女 她们对科技产品也算颇有心得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们的体验效果吧 想要比较这四款女孩手机的拍照效果吗 交给电塔少女就对啦 我是电塔少女啦啦 我是电塔少女命干 女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最喜欢自拍呢 第一种就是在房间里面可以进行摆表情的时候 第二种呢 则是在外面玩的时候 光是很好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啊 第三种就是在餐厅跟姐妹聚会的时候 也要互拍美照 却要有情咯 那接下来就看看我们实际测试的结果吧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看这四款手机 在房间自拍时呢 她们的美积程度 以及你的照片在呈现的时候的光泽感 还有她们的颜色是如何呢 来看看我们实际测试的成果吧 正是美积程度调整为50的时候的情况 那可以看到呢 细节的细腻程度呢 是美图M4的表现比较突出 她的偏黄跟偏暖的色调呢 也比较容易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 那至于上素程度比较低的阿卡呢 她则是发色还算是淘洗啦 至于Ioni还有朵威L3的话 她们走的是冷色调 那整体来说的话我们会觉得 美图M4的颜色是最讨喜 那实装的程度也是最低的咯 再来呢 我们帮大家选了一个漂亮的户外场景 要帮大家测试看看 这四款手机分别在面光以及逆光的时候 是否能够呈现漂亮的光影效果呢 以及保留了照片的清晰度 那同时能够带一点唯美的景深效果呢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四张照片的成果吧 在面光的时候呢 你的脸部表情应该会就是更清晰 那在强光照射下我们可以看到 Ioni IE的细节处理是最好的 睫毛仍然一根一根的看得很清楚 从拍摄的主体跟背景来看呢 美图M4的可以有效的让人物 从背景图中跳出来哦 接下来看一下是户外自拍时候的逆光照 逆光照最考验手机可不可以拍出光线的美感 那可以看到LG AKA这张 已经完全看不出拍摄的内容了 树立拍出阳光线条感的只有美图M4 还有Ioni IE 可是Ioni IE的IE光线跑色变得紫紫的 有点奇怪耶 编辑们是以致认为美图M4 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最平衡的啰 再来我们要帮大家测试女孩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团体自拍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所有朋友都拍进来呢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手机前镜头的广角效果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十张实际的拍摄照片 就广角来讲的话 Ioni IE的表现效果最好 除了三张脸之外呢 还能够再塞半杯饮料进去 LG AKA则是三张脸都塞到全满了 那美图M4呢 虽然它的广角效果不是最好的 但它可以拍出所有朋友都满意的暖色美肌哦 女孩们选手机时第一眼看的就是外形跟拍照效果啦 那如果呢第一次拍照效果体验不好的话呢 出载多都很难弥补的哦 那目前呢在台湾主打女孩市场比较热门的有 像是前阵子超好平的HTC Design Eye 那还有呢刚上市不久的Sony Xperia C4 那还有几张上市的Zenfone Selfie 那这几款呢都是主打有好看的外形 以及厉害的拍照功能哦 所以说呢手机呢要能够随手都拍得精致 带出门的时候呢轻巧又能够衬托气质 拿在手上带出门有面子就已经够了哦 规格上的话呢只要操作流畅就行 其他的功能都是其次 但是照相的话速 还有萤幕解析度的心机是绝对不能差的哦 这次呢四款手机 由我们电探少女特屏下来 若单就照相功能而言的话 呼声最高的女生手机是美图M4 iuni的IE 然后还有躲威的L3 则是互相有厉害的地方 那至于LG的AKA呢 则是玩具感有点重 最适合喜欢特殊手机的女生咯 想要看我们更多的内容的话 记得关注电探少女的微博哦 来说说具体的使用体验啊 这四个手机呢都搭载了自己的特色ROM LG的AKA呢使用的是LG的UX 你可以在我们过去任何一期的 LG的产品的测评当中看到它 不过在AKA里面的多了几个 调试着几个小公仔的应用 叫做AKA World 美图的M4的美OS设计呢 来自于Echo 前不久我们刚刚提起过它 它们的作品啊 还有像青OS 好奇心日报等等 而iuni的OS呢 设计了柔和的过场的动画 相比之下啊 可能其他的三个女生手机的过场动画呢 就很生硬了 躲为的L3呢 在功能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 并且提供了一些针对女生的应用定制 可以记录恋爱里程啊 可以把生理期整合进了日历 体验下来以后啊 这四部手机和国内主流的ROM的差距很大 只能说满足了用户的基本的需求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就没有真正的看到它能触及女生痛点的一些功能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我会希望自己的手机啊 可以能够将一些打折的信息啊 直接推送到我们日历来标记起来 或者呢 可以再把我平时所有网站上追的 比如说像是一些美剧韩剧啊 都可以去整合起来来提醒我 美图LGIUNI和朵尾呢 这四家公司啊 在女生市场的玩法是不同的 美图啊 提供的美颜功能呢 非常的丰富 跨章一点来说 你甚至可以认为 它用一半不到的价格呢 就提供了卡西欧TR系列的体验 这就使得它更像是一个 自拍的专用机了 而大厂LG呢 把自己的产品啊 根据萌这个特质来定制 LG 阿卡呢 把手机做得像电子宠物一样 少了一些冰冷的科技感 就让它和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手机啊 都给区分看来了 而但是呢 它的配置水平啊 还停留在两年前 因为和2亿呢 1999的价格呢 是并不匹配的 而IUni IE呢 在四款手机当中的素质比较均衡 它在硬件方面的优势较大 1080P的屏幕 骁龙801的处理器 3000毫安的大电池 加之于小轻性的ROM 但是啊 在女性最看重的自拍方面 却表现一般了 朵威呢 是四款里面唯一一个自带 生理器提醒功能的手机 这种探索女性需求的思路啊 感觉非常正确 但是呢 也抵不过尴尬山寨外观 带来的减分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与科技相关的内容呢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Zilla中国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夕 拜拜 拜拜